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 我在07年10月份我来到北京上网以后 我看到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一片黑暗 后来我就干上了义工 义工就是一群的访民 发发衣服 发发食品 就是打了黑监狱 北京警察这一次对我进行了多次的苦行 抓捕我 这一次把我撂到后山上 一直 尸贴不让我吃饭 尸贴我瘦了24斤 干后来就用到17号 2012年11月17号的傍晚 用灭包车拉了我五个多小时 把我撂到和蒙着头 棉衣包着头四个人 把我撂到几月四的荒草野岭外边 半夜晚上11点钟 我回到家里 我为了坚持我的生命 我回到家里 借钱看病 现在我的处境也不能 身体状况很不好 现在我就是靠一点秀花钱 来维持我生